嗨,我是宝可夢,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,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,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! 今天的主題是,星光OU數位帳戶高麗火除變1.9%了耶! 高麗火除的專案都已經更新了,那它總會有新的玩法吧? 嗨,我是宝可夢,歡迎回到《寶可夢卡號》喔!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,就是高麗火除的部分啦,這一次呢,比較特別的是,這個星光它的權益,它是押在3月31號做權益變革,那也剛好就是遇到這次央行升息,所以它自己就,火除的部分已經往上提升了,所以它加碼的部分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,它居然最高來到1.9%,1.9%其實還蠻具有吸引力的,因為之前它都說1.85%,這數字其實不是那麼好記,不是那麼厲害, 但是也許再升息個一碼,它就會變成1.9%變1.95%,或是變成2%,那就不一樣,所以就是蠻令人覺得期待的,那我們的老朋友應該也對這個產品不陌生,因為我們至少做了五集六集以上再跟大家解釋這個產品喔,那這個產品的1.9%到底要怎麼取得呢? 你必須要完成兩個任務,第一個任務呢,就是你要用這個電子支付機構來完成這個連結跟儲值交易,這是很重要的,比如說你可以在一卡通Money,或者是悠遊付,或者是簡單付,這些電子支付業者,你把新冠OEU數位帳戶綁定進去之後呢, 你就可以從這些電子支付業者的系統裡面去發動,把錢提領出來,那你提領多少呢?就是你下一個月可以高利活出的額度啦,這樣想應該蠻簡單的,所以你帳上有20萬元,那你透過比如說一卡通Money,把錢吸了20萬出來,那麼你下一個月,你的新冠OEU數位帳戶的高利活出額度,就可以有20萬,它的上限也就是20萬而已, 接下來你就要必須知道說,你沒有辦法一天完成這個任務,你必須要完成,用兩天左右,比如說每一天,單比提領上限,每一天為5萬,所以你就先提一次5萬,那每一天呢,總共可以提10萬,所以你就要再提一次,這樣是不是第一天解決了10萬,那如果你錢不夠的部分,你就再把這10萬塊,就是再塞回去新冠OEU,接下來第二天,你再提領一個5萬,再一個5萬,所以總共就會是20萬,有沒有,第一天, 10萬,第二天10萬,就符合這個資格了,所以你任務一完成之後呢,也別忘了做任務二,任務二的話呢,就是要執行ACH,就是你可以在網路或者是向新冠OEU申請,從其他銀行把錢扣進去,ACH2萬塊以上,那麼你就符合這個資格,那就可以拿到這個1.9%的高利活出,聽起來有點複雜啦,但是呢,解釋完之後應該沒有很困難,那它的這個基本的利息,是每半年, 給一次,6月21號跟12月21號,那高利活出的部分,是每個月的10號給息,所以這個部分,大家就是特別注意,你大概每個月的10號,就可以拿到加碼的這個1.8%的利率,這是需要特別注意的,那再來開戶有什麼好康呢,其實他在過年後,他就沒有新意了,我本來想說,他既然這個高利活出的專案,都已經更新了,那他總會有新的玩法吧,就沒有,就是之前有介紹過的,轉帳轉18% 這個活動呢,他還是持續延續到,好像4月13號吧,就是4月中旬,他就是不想要想新的啦,所以呢,你現在如果要上車的話呢,你還是可以上車,也是可以解這個任務的,那我記得之前,好像兩個禮拜前,有一個粉絲朋友,他跑來問我,他說,我可以參加他這個轉帳轉18%的新戶,這個任務,然後也跟上你的推薦碼嘛,我那時候就講說,我自己的觀察好像不行,那如果你問過客服,客服說可以,那你就去做吧, 那你最後如果來跟我這邊領獎,我就會把你的資料交給新款OU去確認,那如果他說你不合格,我就不會給你,那我就想說,這個問題,還是讓我覺得,有一個如梗再次,就想說,到底是不是我理解錯誤了,因為有的時候,你跟銀行沒有合作的情況之下,你講錯什麼,他不會理你,那你可能會誤導大家,所以我就特別再寫信去問一下,這個新款OU說, 他說,那他如果是跟團的話,是推薦人代碼寫我的,是跟我的團,那他還可以參加活動代碼嗎,結果,這個新款OU那邊的回覆,他說可以,那這樣,我覺得這真是太好了,因為呢,你如果寫了他的活動代碼,你可以參加新款OU的活動,你可以賺官方的好看,那你也可以,就是,拿到我這邊推薦人的活動, 因為推薦人的活動,他給我200,我就給你200幾分,所以這個部分是,一定有的,但是我們的活動,目前是走到3月31號了,所以我還要再思考一下,是不是從第二季開始,我就要降低給大家的額度,因為之前就講過,就是,這樣做其實是,賠本生意,我是覺得說,蜜月期也差不多過了,那就要回復正常,比如說,互利共產,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嘛,所以這樣很合理啊,銀行給我200,我給你100,這樣不為過嘛,但是我現在的做法是,3月31號以前,都是銀行給我什麼,我就全部給我, 給你,所以是沒有賺的情況之下,就是,呃,在最理想的狀態之下,每一個人都跟團,每一個人都來跟我領獎,那這樣子我就是,零回饋,我都沒有賺到東西,但事實是,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人,是不會來跟我領獎的,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幹嘛,就是,有點微妙齁,所以有的時候,其實,辦這種NG活動,你必須要去算一下,就是說,你如果做超額回饋,你會不會賠錢,好,超額回饋,賠錢的機率很高,但是如果你是做平盤回饋,就是, 銀行給我什麼,我給你什麼,其實好像也不會虧,但如果我想要賺更多,那就是,呃,銀行給我100,我給你50,其實這樣也沒有問題,好,所以呢,這個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心法,來提供大家參考,所以,如果你要上車OU數位帳戶,也參加官方活動,完全沒有問題,好,所以,這個是我最近去,呃,尋問過的最正確的答案,好,所以你們就可以放心的跟團,然後你也可以使用官方的,這個,所謂的活動代碼,那你也可以拿到官方的活動好康,那也可以拿到本團的好康, 所以是好幾個combo,好,就提供給大家參考,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,或任何的想法,也歡迎你,就是到粉CS訊我,好,或者是留言,好,或者是donate,都可以,好,我們有看到的話呢,都會在做節目,跟大家回報哦,我是寶可夢,我們下一集再見,拜拜!